哈喽朋友们好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广西西安县的林渠风景区 对就是这里了 那这个林渠风景区呢 它是始建于公元前214年 然后是一个人工开凿的一个运河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那我2017年呢 曾在这里跑过一场马拉松 我准备在园区里跑上5公里 那具体的整个的景区的介绍呢 我在明天的一整集里边 我会整个介绍一下这个景区的构成 还有它的游来 还有它的历史 它这个景区是24小时开放的 不必圆的 全票是45 半票是22 里边还有游船票 游船票是80 连票是125 那这个景区在晚上6点以后 是免费进入的 来现在已经进入到 这个林区丰顶区的里边了 我又想起了三年前那场 惊苦的马拉松 那一场马拉松是我跑过的最苦的一个马拉松 不光因为它路面比较复杂 这是全地形马拉松 然后呢 包括吃的非常少 补给非常的匮乏 你有跑过一场马拉松是被饿到的吗 因为其他的马拉松路上的补给都非常的丰富 这一场马拉松又饿又累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今天主要的任务是跑步 那具体的这个林区风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明天再给大家拍一下 空气非常的好 然后有青草的香味 再把这个跑步软件打开 开始跑步 那边跑步变熟悉环境都有形式 非常好 哎呀超级的香 那时候遇到了一只小短腿 小短腿他敢下水吗 下去下去 他下过水吗 下过一次 那怎么这次不敢了呢 小短腿 一二过一次 他刚喜欢找吧毛好顺 小短腿下去去 去才四个多月 拜拜 边跑边招猫逗狗 这是什么花 哇每天有这样的跑步环境 太棒了 这里有狗桥 我要跑过去吗 跑过去 水里的植物都清晰可见 哇那个河水翠绿翠绿的 看那个颜色 那边有游船 没有游客呀 我三年前跑过那场马拉松呢 一共才两千多人 因为非常小的马拉松 我还记着两天多人 一起过这个独石桥 你们好 我可以过一下吗 好谢谢 谢谢 看这个独石桥 很窄 这景区治理的 非常干净 这里还有一个施工桥 这个就是林区里边的叫水街 看他这个房子的这个房梁 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了 哈喽小狗 你好你好 哎呦好凶哎 哈哈哈 你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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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哈 石头已经被磨得非常光滑了 啊 这个是古镇里边的美食一条街了吧 兴安十大名菜 牛八宝 嗯这几天有空要过来尝尝 哎 哎这里有三角 我又来神了 你叫到红的帮我比较吗 有呗 看一遍 妈妈 你在捞啥 这里有鱼吗 鱼啊 你这个是什么鱼啊 我这个是四角鱼 就是这里边的呀 没有 鳄鱼啊 草地上 小鳄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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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河里的河仙去哪里吃啊 去哪里好有费 哪个哪个 这是我们家的店 啊晚上有宵夜是吧 宵夜到几点 一两点以后 宵夜到两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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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啊谢谢 看来跑完步 基本又有戏了 来点 宵夜 喝点小酒 哎呀现在三公里了 下水街码头 那里晚上有烧烤哎 最怕跑步的时候遇见烧烤摊 哇 看这一片 哇哦 好壮观 那今天本来是打算跑五公里 在4.89的时候 不小心手指头碰到 就结束跑步了 那今天我用双腿 把这个林区景区摸了一遍 这边的人应该不耐动 他们穿的好厚啊 像我这种五分袖八分裤的人 几乎没有 哎呀那也跑了一身汗 回房车里冲个凉 晚上看心情再来个秀 周夜 嘿嘿 拜拜 小朋友上车来参观一下 有在上面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阿姨 这里有电视吗 有啊 这里有电视 但是我不看 我把它卸了 没时间看电视 对对对 好的谢谢啊 不客气 拜拜 拜拜 那这里的人实在太热情了 来了好几波 为了招架不住了 所以我等一下还要冲凉呢 那我把它放气扇打开 这个放气扇是美国的清风系统 它可以往里边送气 还可以往外边排气 所以房车有一个这样双向排风系统 非常有必要 不然你到了有些地方 很多老乡们非常好奇 哎呀 但是你也要自己的生活空间呢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把窗户门都关上 把排风打开 哦 今天的阳光太好了 哎 为什么我觉得路边这个小草 长得跟芹菜一样呢 我闻一下 不是 嗯 好像芹菜呀 现在一不上班以后 这化妆品都省钱了 除了防晒别的也不抹了 你不涂了 那我通常停车呢 会喜欢把这个靠近花房的门这一侧 选择这个最边的这个位置 因为有的时候 你总要洗衣服啊 呃 挂出来亮一下呀 你要是说在 比较明显的地方就不太好看 也不太雅观 那你挂呢 也只限于这种外衣 如果是内衣那些 你还是挂在这个洗手间里比较好 那我现在买了一个这样的刮钩 这个平时这样可以收起来 我用免丁雕给它粘在这个框上了 然后就挂了这两件衣服 而且这衣服都是快干的 很快就干了 那我正好把车停在这个海童树的下边 这个非常的香这个味道 以前说人家去去看那个银杏树啊 银杏树啊 银杏树 那里有个整个大院就是 也像一个像杨树那个 什么古镇一样 哦 我住车这个旁边这个派出所 我过来落会儿坑 真的是 听话说不怕 是是是 我们俩说 哎呀这广州的车是应该晒呀 你好你好 今天还看你的这个 对呀我咋天天关注你的行程 他讲呢 我说他上面很多呀 放的很多哈 哎很好的你看看这儿 而且你看我现在桌子那个位置哈 降下来 嗯 他还能睡俩人 这个哈 能睡四个人 我去节目说带我俩哥去玩 这个这个放下来 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看来呢我说以后我们应该搞出手了 对不对 嗯 你看他是他很安全的 他所有的水上头 你这个门关上你说这么这六公分的隔层啊 他家床中间也六公分 你有多大的工具才能把你的车敲破呀 不会敲 现在没有这样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是怎么的 他容易也不出门就觉得事事险恶 这两个网友是从深圳过来的 也是来这个景区完就看到我的这个花房 过来聊一会儿 刚刚已经跟那个派出所打好招呼了 在他们这里接水 那我这个花房的净水箱呢 是100升 那缺了半箱水 就是现在是缺50升 然后我这个水桶呢是15升的 那等于说我打了三桶水 就可以就把这个水箱 净水箱加满了 说时迟那是快 半箱水没了 嗯 带上小飞去景区里练练手 朋友们在我飞这个小飞机之前呢 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陵渠风景区的由来 公元2200年以前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也吸引膨胀 然后他还想继续的统一岭南 后来发现山高路远这个梁响很难运送 秦始皇就下令部下 把这个湘江跟梨江中间开了一条运河 就是人工运河 以方便运送这些梁响 人工运河呢 在公元前214年造成了 嗯 这个运河造成以后呢 这个秦始皇就顺利的统一了岭南 我就在这儿了 地上有小黄花 这个小黄花是什么花 飞无人机有好多技巧啊 嗯 要慢慢的学 看来这个草地不适合这个起飞 我要拖在手掌上 这只上下 哎呀好凉快啊 来过来给我凉快一下 快走吧小飞 我刚刚把小飞飞到树上了 现在还在树上呢 幸好买的是Merek Mini 首飞失利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林曲景区的导览图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就叫滑嘴 那这个滑嘴的作用呢 就是把湘江的这个水流一分为二 对一边呢就流到了北渠 一边就流到了南渠 这个林曲的建成呢 北方的梁响就顺利的通过水路 运到了秦军的后方 所以次年秦始皇就顺利的统一了岭南地区 那当年秦始皇为什么选择在新安县凿这条林曲呢 是因为经过勘测以后 黎江跟湘江最近的距离 他们就只有4.8公里 然后这个位置就处于新安县的境内 其实我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是拿着无人机 是准备在天空进行一个航拍 整个拍一下这个林曲的一个全貌 但是一不小心把飞机挂在了树上 挂机了 现在我的小飞还在景区的一个树上 那等一下我找到景区的工作人员 看看能不能协助我把这个飞机给拿下来 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林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叫泄水天平 泄水天平是指建在林曲南北二曲之上的一流燕 它具有排泄洪水保持渠内正常水位 以去保渠道安全的作用 这个林曲里边的水草非常丰盛 如果能有机会坐船从湘江穿越林曲 然后到达黎江 这种体验那一定美极了 那现在想想古人的智慧实在是太伟大了 竟然能把两条流向不同 水位不同的两条河流顺利的连接起来 那这条古老的机式航道 现在依然发挥着灌溉排红泄洪的重要作用 那现在我的小飞就藏在这棵树里 也看不到它 但是在定位就是在这里 因为昨天我在飞的时候 它直接钻到这棵树里 就炸了 就挂机了 能不能找到它 也是看缘分了 朋友们 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讲 我昨天晚上不是飞机就飞到树上了吗 刚刚我还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说我的飞机就藏在这个树里里 然后这里几个小朋友 他们今天在这里野餐 这小飞刚刚就在这里 就掉在地上了 刚才是它自己掉下来的 那没有风它怎么自己掉下来了 没有风它怎么自己掉下来了 没有风它怎么自己掉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自己的什么东西掉下来 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你了 我昨天晚上在这里玩飞机 一下子钻到这个树上了 我今天还想着要怎么拿到它呢 然后我就自己自隔着到这个树上了 真的吗 我今天好开心的 好开心的 那这几个小朋友一定要感谢一下他们 你们在哪儿读书 桂林 在桂林啊 那今天是从桂林过来的 没有我们家在这边 家在这边 现在是不是都还没开学 昨天晚上飞到这树上的 太幸运了 谢谢你 太谢谢了 赶紧收了 赶紧 你不收我还不走呢 还是好人多 好 谢谢你啊 好好休息啊 那阿姨走了啊 你们继续忙吧 拜拜 我罚这么多 哎不不不不不 那个留着买那个文具 那我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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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休息哦 我告诉你朋友们 这世上真的是好人多 你看 现在小飞完好无损的回来了 竟然外壳也没有被划伤 刚刚他们看我在树下这里转来转去 他就猜想有可能这个无人机是我的 然后就还给我了 非常感动 然后刚刚我加了小朋友的微信 给转了一个红包 其实 红包完全代表不了我的心意 我只是想鼓励一下小朋友 一定要坚持做好人 一定要坚持做好事 我现在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 去洗个衣服 他这里前面有一个公用的水笼筒 难以置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